首领打头阵 后面跟着一个雌性背着小家伙 在后面是群体的成员 这就是和我们一样属于人科的黑猩猩 它是一只仅次于人类的最聪慧的动物 并且他们天性好奇 好动不好尽 一路走一路玩 看到鹰猴摄像机和竖装摄像机 还会上去摆弄一番猜肯罢休 人类所有的喜怒哀乐他们同样的 突然一只黑猩猩脸色肃然起来 这是听到老对手沸沸的声音 于是整个群体立马切换到了战斗模式 在首领悄无声息的安排下 一张围猎肺肺的大网正在有条不紊的展开 此时他们会暂时放弃个人恩怨 一致对外 而远处的肺肺似乎并没有察觉 还在熬叫的玩耍和捕食 离肺肺越来越近之后 黑猩猩群体突然加快了步伐 到了外围之后大家各司其职 首领突然发起了冲锋 肺肺在黑猩猩的手下没有还手之力 刺耳的尖叫声回荡在树林之中 更加剧了群体的恐惧 于是四散奔逃 惨叫声不绝于耳 奈何逃跑的路已经被封锁了 黑猩猩轻而易举就群殴一只肺肺 被黑猩猩像林小姬一样抓在手中 后面又被咬在嘴里 战斗结束了 胜利的果实也到手了 下面就是分享胜利的喜悦了 黑猩猩是聪明的动物 首领不会吃毒食 会和群体成员一起分享 每只黑猩猩都能分到一杯羹 就连没有参与战斗的小黑猩猩都从树上跳下来 没大没小的硬凑上去想吃一口肉 虽然是每只黑猩猩都能吃肉 但这有个先后的顺序 首领和参与战斗的会分到好的部位 其余的要么分一条腿 要么分一根尾巴 最后大家都分到了一口吃的 许多人都以为黑猩猩的食物是水果和树叶 这倒不假 但他们也会拿棍子捅白一吃 还会集体围猎肺肺 羚羊 野猪之类的大块头 而且他们还会自己寻找一些草药治疗自己的肠胃疾病 群体中的黑猩猩也有远近亲疏的关系 在闲暇的时间 首领会主动给亲信梳理皮毛 皮毛护理是黑猩猩最喜闻乐见的 下面的成员也会点头哈腰巴结首领 还会在一起泡个冷水澡 以此来笼络他们稳固自己的地位 也会用雷霆手段制服叛乱者 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大吵大闹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还会玩一些小游戏之类的 比如躲迷藏 荡鞦韆 好玩的东西还会私自藏起来独享 母亲更是会精心照看自己的孩子 还有为了融入群体不得不讨好成员的黑猩猩 群与群间有往来 还会长久保持母子关系 分群后还常回群探母 有爱 斗争 背叛 孤立 谄媚等等一切 和我们人类社会是何等相似 而首领想要稳定自己的地位 很不容易 一般是武力和怀柔政策为主 正所谓五百万年前是一家 我们人类的祖先与黑猩猩 在大约五百到六百万年前才分家 各自走上自己的演化道路 我们则产生了人类 黑猩猩演变成黑猩猩和窝黑猩猩 而今这两类黑猩猩都生活在非洲地区 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 聪明程度虽然是仅次于 我们人类的动物 但它们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 运期一般是八到九个月 每胎是一个幼崽 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而电影金刚的主角大位就是黑猩猩